徐女士说 7月13号 她在杭州武林银泰百货逛街 看中了一双凉鞋 虽然穿着感觉有点大 但还是买了下来 打完折后付了657元 穿了没几天 她发现鞋子上出现了破损 她很不理解 知不知道是怎么造成的呢 那我不知道 因为我平时城市的都是一些 那个就是办公室里的工作 我平时都坐在办公室里的 敲电脑的嘛 然后平时也就是在单位里嘛 也就上上厕所动一动 其他时间我都不动的 所以我也不知道 那可能正常走路 她这个可能这个鞋子 她的质量本身就是比较差的嘛 就耐磨损能力比较差 就这种鞋子 我不知道是不是因为鞋子的不合脚 所以会使得摩擦稍微大一点 还是怎么样 反正我觉得像这种正常的磨损 正常的这种穿一两天 不太会这种价位的 我觉得它不应该是这种质量 鞋底的标签上写着 面料是暗米白色羊皮壳 现在鞋尖和后跟部位 都有一定程度的磨损 徐女士介绍 这双凉鞋是在迭速品牌 专柜买的 当时发现磨损后 她联系了店家 鞋盒里有一张三保卡 大致意思是因产品质量问题导致无法正常使用的包修包腿包换 浙江省鞋类商品三保暂行办法第五条规定 50元以上 100元以下 含50元的鞋类三保有效期限为30天 100元以上含100元的鞋类三保有效期限为90天 300元以上含300元的鞋类三保有效期限为120天 第七条规定 出现严重脱胶 有侧帮缝线的除外 裂江裂面 裂帮裂底 断根 泛销 标皮脱落 踏心 盯头突出 网面破裂 如旅游鞋等质量问题的经营者 应承担退货 更换 修理的三保责任 许女士带记者来到了武林银泰副一楼的叠速专柜 店长不在现场 许女士给对方打了一个微信电话 也没能接通 两位银泰百货的工作人员来到了现场 但是拒绝接受采访 对于许女士的诉求 对方表示 商场方没法直接处理 会帮忙联系店家 并与许女士保持沟通 记者留下了联系方式 希望听听店方的说法 截止发稿 没有收到回复 许女士表示 她想再协商看看 188黄剑记者报道